1. 高血压患者饮食禁忌 1. 既是过前食品,食盐过多是引起高血压,病的重要原因,一去研究证实,每天盐渗入量超过10克,就会使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增加,患有高血压的人会使病情加重,因此,用高血压病者计多食盐, 2. 既是高脂肪,高胆固醇食品,猪牛五花肉,猪五花肉,猪顺,猪肝,鸭蛋,羊腿,白骨皱,无铃鱼,这些都是高脂肪,高胆固醇食品,多食一食人气脂肪吞击,身体肥胖,水汁涉膏,以致动脉硬化 3. 剂瘾裂性白酒,白酒中的酒精成分,在肝脏内,会影响内缘性胆固醇的合成,使续将胆固醇和肝油三脂的浓度升高,造成动脉周样硬化,同时还会引起腺肌细胞脂肪的沉积,使腺脏扩大,引起高血压和关心病 4. 其他食物,刺激性的蔬菜,除香辛蔬菜,葱,香菜,胡椒,纤维硬的蔬菜,如足笋,玉米,腌子食品,熟血菜,咸鱼子,糖,即将有煮的菜,酱菜,产生负气的食品,如干薯,干豆,味浓的饼干等 2. 糖尿病患者以食禁忌,1. 既是白糖,红糖,葡萄糖及糖之甜食,乳果糖,糕结,果浆,蜂蜜,蜜蜜蜜,并浸淋等 因为这些食品可导致血糖迅速上升,加重病情 2. 这些辣食物,如辣椒,葱姜,芥末,胡椒等,因为糖尿病患者多数表现为多食,多银等,饮食造热症状,希腊食品性质温热 1. 加重的热,4. 少吃酸性食品,糖尿病患者的体液多成酸性,固类,鱼,肉等食物口感上不显酸爱,在在人体内彻底分解代谢后,留下绿,柳,饼等酸性物质,对糖尿病不利 2. 因此,糖尿病患者要少吃这类食品,多吃绿叶蔬菜,食品也承受减性,糖尿病患者还应当少吃土豆,山药,芋头,梦,洋葱,胡萝卜,猪油,羊油,卵油,黄油,花生,核桃,葵花籽,蛋黄,动物干,顺豆 3. 通风病患者饮食禁忌 1. 即食酒精,酵母,动物内放,酵黄以及昏心,龙汤汁等,这些食物每100克中,缩寒的飘力,超过150毫克,会增加体内的血尿酸浓度 2. 即食肉类,熟猪,牛,羊肉,海鲜,熟新鲜鱼类,螃蟹,虾等,豆制品,如豆浆,豆腐等 3. 这些食物每100克中的超面含量,在50-150毫克之间,每天渗入量,应控制在200-300克之内 3. 少食物骨发凉,熟全麦面包,糙米,饼干等,每天可是量食用菇类,菌类,青豆,菠菜等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